大家午安 我是王主持音 歡迎收看前進新台灣 剛晚被林根仁報說 詐領助理費還疑似介入人家的家庭 那麼現在這個男助理 發了三點聲明要澄清 說自己並不是人頭助理 當助理期間可以說是全時段 都在接聽電話 如果真的全天24小時 都來跟著高鴻安的話 工作那麼樣的辛苦 為什麼助理期間的薪水60萬 全部都捐獻給民眾黨 高鴻安辦公室說 他就自己想捐 所以這個助理是來搞朋友的嗎 還是有沒有可能 高鴻安當民眾黨部分區立委 必須要上繳60萬元的責任款 這個錢有可能是這樣來的 如果是真的話那就慘了 因為涉嫌了貪獨重罪 但沒有想到 柯文哲才剛剛說了 這就剛好符合扣打了 奇怪 難道是你自己對號入座了嗎 整件事情是民眾黨去檢舉 那麼林根仁來召開記者會的 沒有想到高鴻安 現在告了媒體罵了綠營 就是沒有告林根仁 為什麼呢 因為就不能說是國家機器 今天上午 林根仁是三度召開記者會 五問高鴻安 要他不要再勘托了 新竹的藍白河現在想要犧牲林根仁 但看起來應該是魚死亡破了 趙少康新竹換台北的說法 兩日三變 現在又說我從來沒有說過 要拿高鴻安來換黃珊珊 但是竹以倫這邊卻必談高鴻安的爭議 讓林根仁沒辦法 就要再來找韓國瑜來輔選 換起高鴻安的黑韓仇恨值 但是趙少康的指點江山 奇怪大家也說了 蔣萬安你怎麼一句話都沒有說 是不是你也是希望棄對手來保自己成真呢 這個禮拜六三一電視跟TVBS 共同主辦的電視辯論會就要登場了 蔡英文總統力挺陳時中 已經八天五度同台了 甚至還想入小內閣 甚至還被陳時中給搞笑拒絕了 那陳時中說 現在的台北市府最大的問題就是SOP出問題 就是罵 所以自己要改變這樣的領導文化 所以千錯萬錯千萬都不能把人家想成是壞人 好就連這個高端的影片 過敏民眾想要謝謝陳時中 蔣萬安團隊都要說這個是把壓力給過敏民眾嗎 到底是誰聽到陳時中就過敏呢 那蔣萬安怎麼不去罵中國呢 你看看現在武漢有多慘 武漢現在再度來封城 邊境現在整個大排隊出現了逃難潮 這樣的人民生活才真的是凄慘萬分 今天節目上面我們就一起來做討論 首先歡迎節目來賓 資深媒體人中天晃晃哥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資深媒體人王瑞德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財經專家姚慧珍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民進黨新美市議員何博文 大家好 大家好 桃園市富幼保護聯盟發起人李博瑟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我們就來看一下高博的男朋友 是不是人頭助理呢 現在又爆出他當助理的薪水 這麼樣的剛好 幾乎一樣的錢拿去捐給民眾黨 是國庫通黨庫嗎 現在高博安辦公室說 就是他自己想捐啊 我們帶你一塊來看 市長你是不是想要10萬塊 把他帶回家送給佩琪姐 再用半個月的薪水不可以 買二手鑽錶恐花掉自己半個月薪水 台北市長柯文哲對錢斤斤計較 但如今民眾黨政治獻金 恐怕涉及高博安理性助理 詐領公款 網紅四叉冒爆料高博安理性助理 109年110年共捐60萬政治獻金給民眾黨 換算成他在國會助理期間薪資 差不多就是60萬 而這金額還恰好是高博安 不分區立委的責任募款額 金額非常的巧合 他剛好是做13個月14個月 然後剛好領的薪資大概就是60萬左右 那剛好他捐的錢也是60萬 那他是人頭助理 還是他真的就是愛黨愛國 把所有錢都捐出去 做了一年的白宮 他做所做所一定是合法的 當然你們剛才講那個捐款 我回查看 我印象中這應該是 我們每個部分區立委都有擴大要捐回來 所以這也沒有什麼奇怪 有沒有國庫通黨庫 柯文哲說還要查 但也強調相信高博安作為絕對合法 還反批男女感情勢 何必搬上檯面 只是藍綠立委其身質疑 恐怕有違法疑慮 男朋友的錢匯到民眾黨 那這個其實在這個時機 的確是不恰當 最重要的是高博安委員 應該要出來說清楚 高博安自己本人 也另外有捐款及其他的付出 同種質疑高博安理性助理 2號晚間連發兩篇聲明 澄清自己不是人頭助理 與高博安之間存在婚外情也非事實 但如今又被曝國會薪資疑似回流民眾黨 成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三立新聞 許千大母君 SV小組 台北新竹報導 好 高博安現在被曝說 詐領助理費 而且介入人家的家庭嗎 現在這個男朋友助理 發出了三點最新聲明 但讓大家說好像看了之後 你也沒有拿出真實證據來 我們要請教瑞德哥 因為這個三點聲明 我們來看一下 他說我擔任高博安立委助理工作期間 都是按月來指令薪酬的 工作都是兢兢業業的 完成所分派的工作 並不是人頭助理 好 這個是第一點 他說我都有工作表單 文件照片的記錄 這個是第二點 再來他說為什麼我的email 還有手機會跟高博安一樣 這個非常非常的單純 因為高博安對外界公開的公務手機 一直以來都是我在代為 全時段間梯處理 這也是本人擔任助理工作的職責之一 那瑞德哥你看這一段 你覺得他有事宜嗎 對於男女情愛 男未婚女未嫁或是已經離婚了 我個人沒有興趣 對這些八卦傳聞 我個人並不在乎 但問題是這並不是你們私人之間的感情問題 因為這個牽扯到一些跟公堂有關係的流向 就在今天 就在今天上午前台北縣先前後後十位的議員 那麼被判刑四年到五年不等入獄 就在今天 為了議員的相關的配合款之類的弊案 全台灣在這幾年以來 全台灣各地的議會的議員 因為助理人頭案 那麼被判刑的 被法辦的 甚至還被收押的 那麼也是好幾十個人 所以到底有沒有用人頭 這個等於說 詐領相關的助理的費用 這才是檢調跟社會矚目的一個焦點 那麼所以 到底是不是像李先生所說的 當然他的婚姻 他是不是像媒體所報導 2013年結婚 李先生說他2015年就離婚 2018年到鴻海才跟高安認識 這其實我講坦白 這是他們的個人自由 但問題就在於說 那麼現在大家所矚目的焦點 在什麼地方 大家說矚目的焦點在於 那這個助理到底是不是真的助理 為什麼呢 因為那麼從昨天晚上 其實這些日子以來 我發現全台灣有一個人 千萬不要得罪他 外號四叉貓 你知道嗎 這個太可怕了 昨天晚上睡覺前 我太太就讓我看到 劉宇四叉貓的最新的 這個相關的 這個等於說有關於李先生 他捐款的東西 今天高辦 高宏安的競選辦公處的回應 對不對 跟之前的一些事情的 處理態度是一樣的 為什麼 有關於這個理性助理 他的這個捐款 他們說這個是他個人的意志 這合法 我當然知道是他個人的意志 跟合法 這我知道不用你講 捐款給任何一個 這個等於說慈善機構 給任何一個政黨都OK 只要合覆法律 當然OK 我如果有一個員工 每個月薪水三四萬 年底我本來要發給他 年齡獎金 他把這一年的薪水 全部捐回給我公司 我跟你講 我外加是老闆的男朋友 這種公司十個八個我都收 你知道嗎 因為什麼 不合情理 因為不合情理 立法院的助理一個月 雖然他是扣打四十幾萬 然後讓你去分發 但大概差不多一個人 最高也是五六萬 然後最低大概三四萬 這樣子 那假設他工作的十四個月 從十四個2020年 2020年到2021 那麼他幾乎賺的 差不多是60萬 但是在這兩年裡面 他卻捐給了民眾黨 也一樣 他大概一年捐30萬 捐了兩年60萬 有人現在去把這個說 同名同姓捐給蔡英文 不好意思 那是另外一位 那一位是同名同姓 因為他的身分證 自豪是不一樣的 那不要張官李戴 然後可是他幾乎 剛好就把他立法院的助理的薪水 幾乎全部都捐出去 那捐錢不是問題 搞朋友 搞朋友 而且這個李先生 好像投資理財 投資皇帝財 滿厲害的 就我不懷疑 可是重點來了 因為剛好金額 十二點都說十二的 剛好剛好60萬 那剛好又是捐這樣子 那柯文哲今天 在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 不是說他們不分區立委 有扣打嗎 剛好也是60萬 怎麼那麼巧 當然高鴻安 他的發言人說 高鴻安也有捐款 對的 很好 那麼其實 你只要告訴我們一個東西 就好像你的 那個什麼 那個先先那提大學 那個有沒有申請書 對不對 你只要告訴我們 把東西拿出來就好 告訴我們什麼 告訴我們很簡單 你的扣打 跟他的捐款沒有關係 這樣就好了 你的扣打 就是說你的那個捐款的扣打 跟這個相關的 這個所謂立法院的 這個助理的薪水費用 沒有關係 我現在說的扣打 是高鴻安不分區立委 應該要在民動黨 負責的60萬的扣打 不是這筆錢 那大家就不會起疑了 就沒有問題了 為什麼 因為他個人的 個人喜歡捐嘛 什麼意思 現在就怕一種東西 就怕馬英九在特別費裡面 有人幫他發明 這個叫做大水庫理論 因為李先生的三點聲明裡面說 他那個電話 高鴻安的電話24小時 是由他處理 然後E-mail是由他 這個我相信 如果是男女朋友關係的話 很親密的話 一般助理不會做這種事 為什麼 老闆娘回去睡覺 你知道嗎 那我相信也有很多人打電話 給高鴻安過 我不知道是不是接電話的人 都不是高鴻安 都是這位理性的助理 而且理性助理自己本身 應該也有自己的這個行動電話吧 不會高鴻安的全部是他在用吧 對不對 那當然這個我們不了解 可是問題就在於說 那麼如果是這樣的話 難道跟馬英九的特別費的大水庫理論一樣 高鴻安的錢跟你的錢是混在一起的嗎 混在一起 所以你混過去嗎 那請問民眾黨收到這個李先生的捐款 跟這個高鴻安的相關的扣打 是不是你們申報的時候 就主名說是同一筆款項 他就是他負責的 這個我們不知道 要民眾黨跟高鴻安 出來說清楚講明牌 不能跟我們不能一句話 現在處理很多事情 一句話把它簡化 一切合法 捐款是他的自由 不能這個樣子 為什麼呢 今天這個案子 而且更好笑的是 你要告媒體我不反對 那是你的自由 你應該去告中國國民黨的 新竹市長候選人 林根人他是所有一切的根源不是嗎 你卻不敢告他 你為什麼不敢告他 那現在卻在鬼扯什麼民進黨 搞不好又是政治追殺 搞不好又來一個國家機器 跟民進黨什麼事 還好這一切的事情 不是民進黨發動的 你知道嗎 是國民黨發動的 總不會國民黨跟林根人 是民進黨的徹意跟打手 不可能 總不能他們是1450 不可能 總不可能是你們 攻擊中的什麼塔利班 不可能 因為高鴻安也罵過 民進黨跟台派的支持者 這些綠營的支持者 叫做塔利班跟綠處 不是嗎 好所以大家也說 奇怪不合理 我24小時都來幫高鴻安 幫我的老闆接聽電話 而且我每個月的薪水都捐出去 哇這個人是出來做功德的嗎 但我們要請教晃哥 因為現在他也說 我就想捐對不對 我個人的意願 四叉茂爆料說 李中庭在2020年到2021年 擔任立委助理期間 總共捐了60萬給民眾黨 這裡還有收支 剛剛好兩筆金額就是60萬元 那說高鴻安也有捐 那這一年109年下來 看起來是捐了20萬 還不到這個60萬的扣打 好他就說了 立委薪資大約一年下來 也就是60萬元 等於是你就把他通通捐出去了 那果然高鴻安辦公室 這個發言人就說 他就是自由意志 我就想捐 我家就OK 不行嗎 我從昨天高鴻安跟他這個男朋友 李中庭兩個人前後發新聞稿裡面 大概我先講我們很確定 已經當事人大概間接 或直接證實的事情 第一個 李中庭在擔任高鴻安助理的期間 有兼職 因為高鴻安昨天並沒有否認 他一直在強調說兼職是合法的 好 第二件事情 兩個人應該是男女朋友的關係 但是雙方都否認 有介入家庭 這是李中庭自己講 他說他2015年離婚 高鴻安2018年才到鴻海上班 但是李中庭是2013年才結婚 所以等於是結婚兩年就離婚了 當然這也不是不可能 不過這部分我比較保留 因為什麼時候離婚 當事人說了算 我們也無法查證 好 所以這兩件事情是卻證實的 但是我要提醒 高鴻安跟李中庭現在採取的 我覺得這兩天他們一定有討論 所以兩個人對外說辭是一致的 就是說我真的是有在當助理 然後我有很多工作的紀錄 我將來會提供給司法單位 沒有錯 法律的細節你要去跟司法單位講 但是我現在跟你講的是 選舉跟政治的處理 因為司法單位調查 不會在11月26號以前有結果 你知道選民他決定 要不要投票給一個人的時候 他是一個綜合的主觀價值判斷 他不管是公領域還是司領域 所以其實高鴻安 你如果要搶救你的選情的話 你應該現在就開記者會 把李中庭叫出來 兩個人一起開記者會 然後把你有當正職助理的所有的證據 全部攤出來 為什麼我這樣提醒你 因為我記得林哥人在10月30號 第一天開記者會的時候 我也是在舉行節目 我講過 我說這是林哥人釣魚的第一步 對 你說後面還會再報 果然再報了 我告訴你 林哥人今天再給你一個提示 你知道你助理的正職是什麼嗎 他問到很細 他說你有沒有幫他投保健老保 二代健保 如果是正職是助理的話 你的健老保是要放在立法院的 對 好 林哥人會這樣 我跟你講 明天搞不好他就把投保單拿出來了 我覺得他手上是有東西的 如果假設林哥人拿出來 這個李中庭的健老保 不是放在立法院 而是放在其他的某公司 某基金會 反正不管放哪裡 只要不是放在立法院 我跟你講 這就是人頭助理 他就是100%的人頭助理 好 所以高宏安 再給你一天的機會 這是兼職的部分 另外我來講那60萬的部分 的確剛剛瑞德有講 他可以用大水庫小水庫來解釋 也可以如他發言人講 人家就是要捐 沒有錯 可是我現在跟你講的是 常理有沒有符合常理 我不管這一位李助理 他的家庭的經濟狀況怎麼樣 應該是還不錯啦 聽說買了三間房子 然後開Lacus的車 Lacus台灣買得到最便宜的 即使是CT200H 一台也要155萬 都是百萬房車以上 好 我不管 但是這些請你留著去跟檢察官解釋 為什麼 因為有太多的巧合 第一個不合常理的地方是 哪有人去做一年多做義工 做功德啦 我把錢都捐出去了耶 好吧 就算是你女朋友吧 難道你都 你覺得這個錢都不需要 進到口袋裡面嗎 我覺得這不合常理 第二件事情 請注意他捐款的時間 他第一筆30萬是在2020年的12月30號 好 我給大家看一個東西 這個新聞2021年的12月22號 也是年底的時候 當時民眾黨說有一半的中安委員 錢可能籌不算 因為他有募款責任額 不分區立委是60萬沒有錯 所以柯文哲今天也證實了 是60萬就是這個quota 但是我覺得柯文哲這個證實呢 可能是也證實了說 這個李中庭他那個錢真的是捐進來 好 現在要證明是或不是 其實很簡單 為什麼我講那個時間點巧合 因為剛好是年底 就是dayline到了 截止期限到了 那可能還差30萬 所以趕快30萬就進來了 第二年的捐款在6月24號 那代表什麼 上半年度要結束了 30萬趕快進來 時間沒有這麼巧的 而且你說好 我要捐款一般薪水 一般上班族的捐款 可能就是我捐個三五萬 然後積少成多 很少有上班族會一次拿出 30萬出來捐的 通常只有大概老闆等級 或是企業才有可能這種手筆 你看連高鴻安自己 繳那個募款責任額 他都是分4比1比5萬 你是立法委員 結果你的助理比你更好贏 一次出手就30萬 很怕手 這個助理比老闆還有錢 你覺得這合理嗎 所以我覺得要證明這件事情 其實很簡單 因為他那錢是捐到 捐到民眾黨中央的 政治線金專戶 今天假設說 這個錢是高鴻安的責任額 通常他在匯款單上面會 註明高鴻安委員的額度 民眾黨中央的專戶裡面 都看得到 所以只要他後面註明的話 就代表說這個人可能是進去 變成了一個假助理 我拿了薪水之後 就來給高鴻安 對 因為如果是高鴻安委員的額度 那這個就是高鴻安要負責募的款 可是剛好你負責募的款 又是你的助理的薪水 那這不是就符合人頭助理的 就是把國家的錢透過一個人頭 然後再轉回民眾黨 這叫國庫通黨庫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不是說等司法單位調查 是你高鴻安你要趕快拿出來 證明的事情證明說不是 其實很簡單 高鴻安你只要去跟民眾黨 申請政治線金專戶 那兩筆捐款 匯款後面的紀錄 有沒有註明是高鴻安委員額度 很簡單 因為為什麼要註明 因為不註明 我不知道這筆錢到底是 支持者捐的 還是說是誰的額度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 高鴻安你是要講清楚的 而且你如果一切等司法的話 這個事情會一路燒 燒到11月26號 這不是說什麼綠營側意 林根爆料的是林根人 然後後面抄刀的 可能是韓國瑜的人 這跟民進黨有什麼關係 所以你不要去扯民進黨 柯文哲今天也顯然很故意 把這個焦點轉移到民進黨 好像激起這個民眾黨的支持者 說同仇敵愾 但是我再跟所有的人講一次 這件事情是林根人開的記者會 從頭到尾開正式記者會質疑的 包含今天開的都是林根人 那個跟民進黨一點關係都沒有 所以很簡單 民眾黨現在只要拿出這一筆錢 是不是高鴻安的責任款的注記 這樣就好 就可以一次幫兩個人洗刷清白 但我們要請教博文哥 你覺得會拿出來嗎 因為我們來看一下 林根人今天上午是第三度 來召開記者會 他就說了 如果是用立法院助理費支付 男朋友的薪資的話 就涉及了私鄉授受 如果只是掛人頭的話 就涉及了詐領助理費 恐怕觸犯了貪污罪行 等於是兩邊都有問題 但今天柯文哲回應也很幽默 他說了什麼 跟要求的扣打一樣 這個是不小心脫口說出了真話嗎 我不覺得這個他是脫口說出 柯文哲講一句話 等於是替高鴻安 就是說你這個事情確實有問題 這個背後跟國民黨跟民眾黨之間 有沒有什麼樣 他們互相要配合的事情 這我不曉得 但他講這個又很奇怪 我後來講回來 我講這件事情 坦白講很單純 我們例如說 我們一般在競選過程中 或者說我們擔任議員 不可能說只有光助理就夠 一定會有很多志工來幫忙你 這些志工他不拿任何薪水 但是他真的是無怨無悔 全心全意 他覺得說成就這個政治人物 就是成就他的理想價值 所以會有很多的志工 好 我請問大家 如果今天高鴻安 這位助理李中庭 李中庭 他每個月拿高鴻安的薪水 然後拿了這個薪水之後 他又把這個薪水全數的捐回 所謂民眾黨的黨庫裡面 那等於他沒有薪水 那等於沒有薪水 那我問大家一句話就好 關鍵 保證關鍵 那他當志工就好了 對啊 他當志工就好了 我這樣麻進去 你法院當助理 好 那他不當志工 然後他又把薪水捐出去 表示什麼 表示我們高度質疑 這裡面他有沒有在替 高鴻安 這個國庫通膽庫 他有沒有在說 我高度質疑 因為我講得很簡單 如果他要做這樣的事情 他不用搭配周章 每個月你知道那個立委 還要去簽名 還要確認 還是我真的很想24小時 幫高鴻安接聽電話 他要當志工 那你如果 我先不要講24小時 那個東西另外一回事 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他今天要全捐回去 他就當志工就好了 他可以當高鴻安 24小時的志工 可是他為什麼要掛一個 掛一個名號在這邊 我沒有講人頭 我說掛一個 抬頭在這裡 為什麼 這裡面他可以領錢 然後領錢之後 然後再捐出去 所以我跟大家講 這裡面起人疑鬥 那我提醒大家 為什麼議員的部分 那麼多的詐領助理費案 一個一個起訴 甚至判刑 今天也有好幾個 已經入獄 對不對 為什麼 很簡單 我覺得這次事情 高鴻安要高度感謝您跟人 我講這句話 大家聽看有沒有道理 一般像這種事情 例如說 有人去檢舉 而且像這麼具體的檢舉 檢調一定是接獲檢舉之後 然後觀察 酝酿收集資料 一段時間之後 不動聲策的 突然就大規模的搜索 然後就生壓 這個時候 只要他大規模搜索 生壓之後 我跟大家講 你高鴻安哪有機會在那邊講說什麼 我這個他 我趕快收集說他這幾年幫我做了多少事情 然後他絕對不是掛這個 掛一個人頭 不是 這個怎麼樣 我告訴你 以前為什麼這個議員的很多案子 後來為什麼辦得出來 第一時間搜索 第二時間生壓 生壓立刻分開訓問 你議員講的跟你助理講的不一樣 助理可能講說 你這個人頭助理講的是說 我可能是幫你跑服務選舉 可是候選人說 沒有 他是我的小編 所以這件事情 他要感謝林根仁 林根仁的爆料 讓他等於可以隔空 可以進行篡證 我是說假設他真的有違法的話 這個要由司法去認定 但是林根仁這樣的爆料 等於是事先把這個風聲走漏了 高鴻安說 原來檢調現在有人檢舉我 趕快我跟李仲庭講好 他幫我做了哪些事情 為什麼他的手機 跟他的email號碼跟我一樣 我坦白講 高鴻安 所以你看這幾天高鴻安 敢不敢罵這個林根仁 沒有 他沒有罵林根仁 他是罵民進黨 因為我認為他私底下 恐怕他心裡是感謝林根仁 沒有林根仁的爆料 恐怕今天高鴻安 搞不好已經被生押 或者被搜索了 那這件事情 我就講得很簡單 大家不用揮那麼 你知道當一個公費助理 有多麻煩嗎 你要填一大堆的資料 然後你每個月的勞健保 你還要call 然後你的辦公室 還要幫你call掉 同時你那個東西 還牽涉到什麼報稅 還要等等 那我請問大家 你既然那麼麻煩 你就直接當他志工就好了 所以我認為這件事情 疑點重重 最後到底有沒有涉及 這個違法 當然法院去認定 但是到目前為止 我認為高鴻安目前所有的解釋 都不足以說服大家 好所以包括定義委員就在臉書上面po文說 這件事情太多的不正常不尋常了 助理捐助也沒什麼問題 但是如果是人頭拿去抵消這個募款的話 就有貪毒問題了 而且如果這個李中庭確實是人頭 而且另外有專職工作的話 這個法律問題麻煩就大囉 所以你看這個李中庭他最新的強調 最新的聲明就說我不是人頭助理 我有工作表單 我有文件照片記錄 但要請教這桃園媽媽博社 因為現在看起來都沒有拿出來 這樣有辦法幫助你事情嗎 我覺得這件事情真的非常的誇張 完全不符合邏輯 那麼雖然關於高鴻安他理性男友 雖然這個議題一度聚焦在 理性男友的婚姻關係當中 但是隨著四叉貓 透過監察院翻出的 理性男友的政治獻金資料 在對上每一年民眾黨 不分區立委的募款扣檔是60萬 如今高鴻安的議題 已經徹底脫離 客問者口口聲聲的私領域 那麼套用黃定寅律師的說法 高鴻安將面對的刑責 恐將是詐領助理隊的 貪污治罪條例 利用職務上的機會 以詐述使人將本人之物 或是第三人之物交付者 處七年以上有其補給 而且可能是我捐個錢 我還要被判七年 沒有錯 得病科新台幣6000萬以下罰金 法律上寫得清清楚楚 那麼高鴻安柯文哲 你們不要在那邊再裝可憐了 涉及詐領助理費 國庫通黨庫 這個是絕對會引起 我們老百姓的反感 我們定義委員就此事 已經寫得非常清楚 立法院助理並沒有 可否兼職的法律規定 但即便是聘請 自己的親友擔任助理 也很少看到如此的被保護 以至於手機跟信箱 都跟立法委員的完全一致 不是說不能用親友擔任助理 而是你既然選擇 你用了親友 你就要面對外界 對於高鴻安採用 親友擔任助理的質疑 那麼更何況 目前各方掌握的資料看來 高鴻安男友爭議 都不是由民進黨 都不是由民進黨陣營 所率先掌握的 甚至還是由民眾黨 內部流出來的 自己爆料的 對 沒有錯 是他們民眾黨自己爆料的 那麼這顯示民眾黨內 內部或許已經有人 對於李南的工作績效 已經頗有為之 還有就是高鴻安男友的 爭議核心 還是在於王定義委員所說的 公費助理薪資 不可以變成立委的收入 對 沒有錯 如果高鴻安跟男友 涉及的問題是 李南為高鴻安的人頭薪水 只是從李南過水到高鴻安身上 再拿去抵消責任募款的 這個額度的扣打 這個就涉及 是 這樣我們稍後再來請教博社媽媽 因為我們來看一下 柯文哲現在說跟要求扣打一樣 但是我們的上報總組比就說 這句話就是呈堂證供囉 柯文哲你是真不懂 還是裝蒜 還是刻意要給誰難堪呢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好 所以大家現在質疑了 高鴻安的男朋友 到底是不是人頭助理呢 雖然他自己說不是嘛 但是你必須要拿出證據來啊 但沒有想到今天大家問了柯文哲 柯文哲居然講出了這一段話 好 為什麼兩年捐民眾黨60萬呢 他說跟要求的扣打一樣啊 哇 那不是證實了 黨庫通國庫嗎 現在上報總組比呢 佳鴻哥就說了 這句話已經是呈堂證供了 柯文哲是真不懂還是裝蒜 還是要給誰難看呢 所以真的是要給誰難看嗎 請教正好 沒有 他就是亞斯伯格政發病的 亞斯伯格政他們就說 柯文哲每次都說 沒辦法我就是會不小心 說出心裡的話 他知道在這個時候 應該幫高雄安圓一下 可是沒辦法 他心裡也覺得太怪了嘛 裡面真的太多太多怪事情 我先跟大家講 詐領助理費在貪污之罪條例裡面是重罪 要除五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這個罪非常非常重 你只要意圖得利 一流不發職務上依發之財物 就是詐領助理罪 所以這件事情對高雄安來說 絕對不是兩張A4就可以搞定 這件事詭異的地方是什麼 李中庭在2020年2月1號到2021年3月31號 擔任高雄安助理14個月 這14個月依照助理平均行情 他領的薪水就是60萬上下 他領的薪水是60萬上下 又捐給民眾黨60萬的責任額的時候 對於高雄安來說 他要解釋的東西是 你有沒有其他捐款60萬的部分 什麼意思呢 因為民眾黨是這樣子 民眾黨要求所有部分區立委 都要捐60萬的責任 這60萬責任理論上 應該是高雄安自己捐出來的 如果高雄安沒有捐 他想了一招 讓一個人頭助理來 領了14個月的行水 領了60萬 再把這60萬轉到民眾黨 變成他募款的責任額的話 他就是符合剛剛講的 意圖意留不發職務上 因發制財務 這樣的話錢就不用 從我口袋裡面拿出來了 就不用從高雄安口袋裡面出了 所以高雄安要證明 清白者一個 他另外有捐第二筆60萬 懂我意思嗎 如果高雄安完全沒有捐 另外一筆60萬 而他的責任額又這樣過關 再加上柯文哲曾經說 不繳責任額的人不提名 高雄安現在有沒有被提名 有嘛 表示他責任額每年都有繳 奇怪 你2020年的責任額 是個由李中廷幫你繳的 而李中廷是你的助理 而李中廷領你的助理費 而李中廷又沒有做任何 相關助理的事情的時候 這是當然要認罪 多少議員因為這件事情被抓 潘懷中是因為 我跟你講 炸領助理費 不是要領到口袋才叫炸領 法律上是 本來這條錢應該是你要出 你用助理費來出 你就是坐牢 潘懷中也是幾百萬沒有進口袋 他是很多地方的紅白鐵實在付不來 他用助理費 請助理譬如說助理費是四萬塊 我說那我把你調薪調這六萬塊 這兩萬塊你平常就幫我去負責紅白鐵 也沒有用為己用 這個東西就被判刑 還有台北市議員 還有台北市議員 他狀況是 他原本一個助理要離職 離職要給他什麼東西 給他離職金 潛散費 潛散費規定是要議員本身自己出 他說那算了 不然我就讓你多做一個月 這個月你不要來辦公室 這五萬塊當你潛散費 也被起訴 所以對於高宏安來說 這件事情沒有那麼簡單 絕對不是說什麼 我用A4 我準備律師 我在法律上公法我就可以搞定了 未來可能會面對什麼東西 第一個 北極組一定多線搜查 對不對 每一個帳禮助理費都被好幾線搜查 議會辦公室 地方服務處 競選總部 自己住家 還有嶺南的住家 這五個地方一定搜查 多線搜查 第二個 帶回北極組問訊 或待會地檢署問訊 問訊完後看要交保還收押 交保在後保室 你假設交保計算300萬 你拿不算 你要睡個晚上 你隔天媒體一樣賭你 這些東西對於選舉來說 是核彈級的災難 我在講一次 這叫核彈級的災難 好 他現在理性助理說 這個我其實真的有當助理 我24小時都有幫高華人處理 電話 電話 電話等等等等 殺一個謊 要第二個謊來圓 24小時都有處理的話 違反勞基法 操死工作 操死工作 那好辛苦 可以先罰款 先罰款 違反勞基法 但重點是 你有沒有24小時工作 根本不是重點 重點是就算你有工作 可是你這筆錢 你跟高華人有協議 挪為 聽聽這種挪用的挪 挪為你的政治現金責任而之用的話 就是詐領助理費 所以我覺得這些事情 如果高華人是清白的話 趕快開記者會 如果不是清白的話 後面還有20幾天的選舉 等待他的絕對不是我們這種 政治上的流言蜚語 我坦白講 我們這種流言蜚語不算什麼 你關電視就好 等待他是司法 而且這個司法殘酷的事情是什麼 他不會隨著11月26號選完落幕 11月26號選完之後 我們都不會再談 沒有再談這件事 大家會談什麼 談那個時候發生的事情 可是司法會持續整辦 就是那個審判會持續召開 庭會繼續開 所以這件事情我在講一次 是選舉過程的核彈 高宏安要小心應對 好 所以就像正好所講的 這件事情很簡單 要不然就是民眾黨 他可以出示證明說 高宏安他也一樣有捐60萬 好 可能兩邊都有捐錢 那他可能這個助理 就是他自願捐錢 要不然就是高宏安這邊 你必須要出示說 這個男生是沒有兼職的 有沒有二代健保 我們要請教靜平哥 因為剛剛包括 柯文哲講的這句話說 這扣打都一樣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是要給誰難看嗎 黃定瑩律師就說了 很多證據你還沒有拿出來 包括什麼 你領走多少的公費 你的公務跟兼職 怎麼樣分配時間 你的任務是什麼 有沒有證據 可以有同事幫你證明 不然像是你的工作日誌 會議紀錄 現在都還看不到 所以真的還是要趕快找律師了嗎 的確我回答舉經這個問題 我先補充一下 剛剛這個正好講的那個 他這個是跟貪污之罪相關 有關的條例 高宏安這個公費助理 疑似詐領公費助理的 這樣的一個助理費 他是到七年以上 如果判刑的話 一般都是七年以上的重罪 所以剛剛其實 博社姐他其實講的沒錯 他在桃園市也服務那麼久 然後也知道我們地方的這個議會議員 那個包括我們何博文也當過議員都知道 這個在很多各縣市議員都因為這樣 公費助理的這個炸領助理費而落馬 都有 每一個這個政黨五黨籍全部都有發聲 那高宏安他第一次當民意代表 第一次當立委 或許他對這個自行狀況 他就不知道是熟 知道了 然後想要規避這方面 還是說明知固犯 還是說不熟悉 不熟悉的話也是會有問題 因為這就是法律的這個民定的規定 那你剛剛提到黃麗穎律師 他說的這個金流 的確他這個李中庭他理的這個薪水 假設他一個月是3萬塊 那一年12個月 加上這個立法院薪水不是13個月 是1.5個月 公務人員是1.5個月 是跟著公務人員走 雖然是他們助理適用勞基法的規定 所以嚴格來說是13.5個月 就勞一個月3萬 一年12個月就是36萬 加上這個1.5個月 等於13.5個月 差不多就是40萬上下 那如果這個李中庭領的這個40萬上下 他是不是又把他這個全部繳出去 交給了這個民眾黨黨團 立法院黨團 或民眾黨的這個中央 那一年多降下來60萬 那他的錢是不是全部都找掉 因為這一筆錢是公家的金費 是納稅人民的血汗錢 當初編這個錢 40多萬給這個立法委員 讓他們有這個40多萬元的這個 一律去分配每個立委 8到12名的這個國會議員的這個 國會助理 並不是上面寫說 你可以把它拿來當成 任何政黨的一個募款責任額 或是任何政黨的一個政治贊助金 你可以給任何政黨 並不是這樣寫喔 如果這樣寫立法委員自己會去修法 這個都不只是有社會觀感問題 還有法律的這個疑慮問題 所以他的金流 因為大家知道助理 他在填完資料之後 他一定有一本存責 台灣銀行存責 因為台灣銀行是國營事業 是多少公家機關 議會助理 國會助理幾乎都是以台灣銀行的存責 那台灣銀行的存責 上面一定寫李中庭的名字 那存責一定是他自己本能保管 那ATM的金融卡 是高宏安保管 還是李中庭保管 那如果是李中庭保管 那錢是每個月 三萬三萬這樣子給李中庭 他自己ATM去領出來 他自己花用 如果他自己是做助理的工作 領助理的薪水然後三萬塊花掉 他從來沒有給高宏安 沒有給民眾黨 今天的問題就不會發生 但如果他是把這個錢 長期三萬塊拿給高宏安 假如他是這樣的一個狀況 照這個分析和狀況 或者是他三萬塊領出來 直接拿給民眾黨中央 最後累積起來變成30萬 36萬 或許就是變成 最後所稱的這個60萬 給民眾黨的錢 那這樣的就會有問題 那高宏安這樣的一個狀況 他知不知道 他知不知行 他知不知道李中庭是用這樣做 不要說我不知道 他是民眾黨的模範黨工 我不知道他這樣子 每年捐助民眾黨那麼多錢 長達60萬元 我不知道他這麼慷慨 我不知道給他的薪水他都沒用 這不是自己單方面 片面支持可以決定的 第二個我剛剛講這個金流 一查檢調就查得很清楚 你的錢流到哪裡 你自己有沒有花 那李中庭李先生 你難道不用日常生活消費嗎 你不用付什麼 就算你是很有錢的人 不用付房租房貸什麼等等 車貸信貸 但你都不用吃飯睡覺不用花錢嗎 你出門都不用用到什麼經費 第二個這個東西 李中庭雖然法律沒有規定說 公費助理不可以兼職 他不可以去擔任什麼公司的 上市公司或什麼什麼 或是做生意 或是做任何的事業這樣 沒有規定 但你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領這個錢的時候 檢察官就會認定說 你到底有沒有在做助理的事 當然你的同事可以決定 為什麼國會助理的通訊錄上面 沒有你的名字 可是立法院的人事處相關的資料 卻有你的名字 你們國會辦公室 高宏安的立法委員 國會辦公室裡面 有沒有這個人 知不知道他這個人存在 助理之前有沒有看過他跑行程 有沒有看過他接過電話 或什麼 雖然高宏安說他都幫我接電話 白天也怎樣 晚上也怎樣 我的手機都給他 但那是你高宏安講的 你跟他講 我怎麼知道你是不是跟他有串勾 那你要跟檢察官 要說服檢察官跟法官 相信你的說辭 你必須有其他同事 假設我們是同一個辦公室 我有沒有在跑選服 我有沒有在設立法 我有沒有在協助 跟這個委員有關的 民意代表的事情 你們都知道 你們都看得到 我有沒有去過辦公室都清楚 如果很少機率頻率都很少 甚至沒有的話 我覺得這個 就幾乎成立的機率很高 我覺得一定會有人去舉發高宏安 一定會有人去高 那個地檢署 新竹地檢署告發的話 那高宏安我真的覺得 只要有人告發 檢方一查他就寄居了 好所以現在不就是民眾黨內部 自己去告發高宏安了嗎 但重點來了 高宏安現在 告了媒體喔 罵了綠營喔 就是不告林根仁 為什麼呢 有什麼樣的算計嗎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好 那高宏安這個男朋友呢 現在發了三點聲明 除了說自己不是人頭助理之外 還解析了自己跟高宏安之間的感情 好 他說他2015年就恢復單身了 他2018年才認識高宏安 意思就是這個高宏安 並沒有介入人家的家庭 但重點來了 好不管嘛 這個是兒女私情的部分 重點是 你這個助理人也太好了吧 你看看喔 可以全時段的接聽電話 24小時的這個心勒不說 我們要請教惠貞姐 還很會賺錢 31歲賺進了三間房 還可以幫忙抖內給民眾黨 如果有這樣的員工的話 那是老闆 我當然要多請幾個了 是 我跟你講 我現在看了之後 我真的是增長見識 我現在知道我要公開 懸賞我的男友條件 第一個是 所有的薪水全部充溝 第二個是24小時要全接通 這有可能嗎 你是在找奴隸還是 結果到最後是不是到80歲 我還在上前進新台灣 哭哭一下 你知道嗎 因為全台灣只有一個神奇的Jack Jack這實在是太神奇了 而這個神奇的Jack 就被高宏安給捕獲了 我覺得我們這個在講 他到底是不是一個 所謂的犯罪貪污治罪條例的行為 裡面我們有幾個認定 第一個認定就是事實上的條件 第二個認定就是 新政上的一個判定 在事實上的認定 其實剛剛前面幾位來賓都講得很清楚 我們現在其實集結 到底國庫通黨庫有沒有炸領的問題 其實就只要看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你的勞健保 剛剛其實晃哥有特別補充 如果你的勞健保 根本就跟立委助理職位無關的話 沒有放在立法院的話 那你就是戶頭 你就是人頭戶頭 所以你這樣子也GG 第二件事情 其實就是剛剛鄭浩講的 你高宏安有沒有額外再捐60萬 因為如果說 這是你立委自己本人的擴檔的話 你立委自己本人再捐60萬 那就跟你助理怎麼樣中黨愛國 那是無關的事情 所以那就這兩個東西 國庫 就是通他自己的私人的口袋 沒有通黨庫的問題 所以其實這兩個要件 馬上就可以判斷出 你到底有沒有炸領保險件的情況 第二個情況是 我認為就是所謂的 如果到最後真的到了司法體系裡面 他會形成一個新政的判定 什麼叫新政的判定 你這個狀況到底是有沒有 是你長期所為 跟你這個人的刑事風格 還有他是不是一個特例 因為我們剛剛已經提到了 你要請一個助理 這個助理領錢 完全回歸給國家所有 你的黨所有 24小時on call 這已經是不合理的 不合理之外 我們來看一下高鴻安 你看高鴻安 是不是從頭到尾 就是一個機關算盡的人 他從以前 在領資策會薪水的時候 他都跟資策會請款 跑去鴻海去面試 他就是要吃夠膽 要吃乾媽淨 所有的資源用到進 現在變成是民眾黨的 不分區立法委員 連這60萬的口袋 他自己就不能拿出來 還要自己的男朋友 然後弄一個公費的助理 公費助理之後 人家跟你24小時接聽電話 然後在這種情況之下 所有錢還歸黨庫所有 這個東西如果說是法官上看起來 說這個跟你過往的情勢風格 其實一脈相承的話 其實在新政上 他其實就很有可能變成 你構成犯罪的一個情況 還有另外一個情況是什麼 我覺得其實在那個 就是神奇的Jack 在辯解的過程裡面 他漏了一個很大的問題 他說我是24小時 接通24小時的 這樣就呈成一個問題 如果我是一般的陳情人 或是我是其他的立委 我要跟你講一些有關於機密上 國家重大機密的事情 我可能是賴你 或者是我可能是在跟你傳簡訊 結果現在所有的訊息 全部都是先經過你 那這樣會變成是說 你其實才是真正的地下委員 這種情況其實不尋常的 另外一個是 所謂的24小時的接通 根本就是你自己亂講的 可能這從頭到尾 手機就是高鴻安的 那這很容易驗證 所有打電話 這一通手機的人 你到底第一個接起來的是 神奇的Jack 還是是高鴻安 但慧順姐我說真的 因為 這個克文哲也說 他認識這個男生 男助理已經很久了 對 會不會他放這個助理在這邊 他也早就知情 我也知道你捐了那麼多錢 是其實 舉經你剛剛提到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我剛剛又提到 就是這個東西 是不是過往的一個 他們自己的形式風格 除了高鴻安的形式風格 民眾黨這種國庫 可能通黨庫 或者是富邦金庫 通民眾黨黨庫的事情 其實是有錢類的 我們還記不記得 之前我們提到 民眾黨提名的四個 他們自己的一個人 跑到了富邦那邊 當他們的獨頭 結果後來發現 可能也要上繳這個東西 最後我補一句話 各位觀眾 你一定要好好睜大眼睛看 看什麼 看我們現在是中華大學的林根源 電報匪陶匪 這齣戲實在是太好看了 不過高鴻安現在說什麼 他現在質疑說 奇怪這些資料怎麼會外流 調查局要做出解釋 但大家也想問 你應該回去問的是 民眾黨的自家人吧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俄國議員富翁丁科夫 在一號對外宣布 因為俄國親戶戰爭 決定要放棄俄國國籍 擁有丁科夫銀行的他是 俄國指標性富豪之一 他將國籍註銷證明公佈 在社群媒體 還寫下對政府的嚴厲批判 但這篇聲明發文後 不久竟然遭到刪除 丁科夫直指是克里姆公洞的手腳 自俄屋之間戰爭爆發 這已經不是丁科夫第一次公開 槓上普丁政權 他在五月抗癌期間 或許因為對生命寶貴深有體悟 就一度打破沉默批評政府濫殺無辜 或許是國際間對俄制裁產生效果 俄羅斯企業家紛紛開始放棄國籍 與普丁切割 不到一個月前 才有另一名億萬富翁 對外宣布正式放棄俄國國籍 多次提及對於普丁政權的不滿 普丁對政治上的掌控 幾國家軍力都高度依賴與這些負傷的關係 而如今眾叛輕的一金主紛紛脫鉤 顯見與民心背道而馳 三里新聞林英函報導 有問題的人才會真正拿出來做赤裸裸的政治分贓 我再問一次 蔣萬先生你對趙先生的言論你認同嗎 黃先生火氣很大 隔空喊話要蔣萬安回應 接連兩天聽到氣 本來硬擠出的笑臉 瞬間全垮眉頭更是皺在一起 我覺得這是很低下的政治操作 黃先生會這麼生氣 都是因為戰鬥籃領袖趙壽康 向藍營提出氣新竹保台北另類藍白河 而蔣萬安持續保持沉默 畢竟情勢對他最有利 只是藍營回刀黃先生自家人柯文哲 態度卻很曖昧 柯市長是不是覺得藍白河是死路一條 你也問正經一點的題目好不好 柯文哲笑了五秒以上就是曖昧不回答 但不只專訪提到今年縣市首長民眾黨 政況坐一望二被解讀看衰北市選情 而趙少康在事件發酵後卻突然改口 認為已經沒什麼新竹換台北的事 因為民眾黨在臺北沒有什麼可以給國民黨 藍白之間有沒有內線交易外界物理看花 只是柯文哲外科醫師出身 在政治態度上會不會索邪格就邪格 民眾黨資源索撤就撤恐怕成為黃珊珊得擔心的事 好林根仁現在在今天上午三度召開記者會要報告紅安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連記者也都很納悶 納悶什麼呢好記者就說奇怪 這一次打擊委員的主力是林根仁 為什麼聲明一直講到民進黨呢 是不是沒有把林根仁當成對手 大家想說那他奇怪 沒錯啊你要告媒體啊 你罵的都是罵綠營啊 但是我們要請教晃哥 為什麼他提告名單裡面 獨缺了林根仁呢 他不告林根仁大概兩個原因 一個原因就是說他不告林根仁 但是因為這個案子已經被檢舉到調查局的北極組 所以現在是由調查局負責在偵辦 那高雄安正好可以順理成章 把這個事情推到國家機器動得很厲害 這上面 所以包含他們的黨主席柯文哲 今天早上在受訪的時候也是故意講一些 跟民進黨有關的事情 他就要把這個事情引導到跟民進黨有關 我告了國民黨就不能把它推給民進黨 沒錯 第二個理由就是他如果告林根仁 最後可能會變成司法認證 因為他如果去告林根仁 林根仁身為一個被告 他一定要舉證證明我有所本 那你不是在逼林根仁拿出更多東西嗎 因為我覺得高雄安現在最大的擔心是 他根本不知道林根仁手上有什麼東西 或是說他根本不知道 那個民眾黨裡面的檢舉者 那個吹哨者他提供了什麼東西 因為應該是李當是那個吹哨者 他提供給調查局的東西 跟給林根仁的東西是一樣多的 所以他根本不知道林根仁手上到底還有什麼 你現在去告了 那林根仁可能一樣一樣丟出來 但是我覺得對高雄安來講 他現在當務之急不是處理司法問題 我的研判 調查局在選前應該不會有搜索約談的動作 我的研判應該不會有 因為依照過去我們對於這個司法單位 在辦案的政治敏感度 因為你選前你如果去搜索約談了高雄安的話 我跟你講兩邊的人都不會滿意 民進黨支持者不會滿意 民眾黨支持者也不會滿意 所以選前應該不會有動作 所以其實對高雄安來講 現在最急的不是司法這一塊 他最急的是你要怎麼去跟選民講 就如果我剛剛一開始我就語重心長跟高雄安講過 選民決定要不要投票給你 那是一個非常主觀的價值判斷 他不管你是公領域私領域 他也不管你是不是介入別人的家庭 或者說這個是助理自願意捐錢 因為如果只要選民他覺得說 我就覺得這個事情怎麼怪怪怎麼這樣 他自然就可能不會投票你 可是高雄安從頭到尾沒有去處理這一塊 所以我的研判是這一塊他根本處理不了 也許他真的拿不出證據 就像之前的事情一樣 對啊 知測會那個事情 他也拿不出證據 只能拿出一個沒頭沒尾的email 我們在節目中講過好幾次 你只要拿出長官核准你兼職的批文 就OK啦 可是你拿不出來 同樣的道理 這件事情其實很好處理 剛剛鄭浩不是也提供你很好的意見嗎 你就把你2020跟2021 你自己的60萬責任額的匯款證明 你個人匯款證明你可以去銀行申請 你就把他拿出來說 沒有 我60萬是我自己出的 所以那個助理 那個李仲廷是他真的很愛民眾黨 他自己捐的 那我覺得這個問題 好 不過大家也覺得很奇怪 既然是林根人報得了 那你就應該要去告林根人 所以呢 郡縣委員就說 你有真的怕林根人怕成這樣子嗎 好 怎麼說呢 他真的怕 因為他不知道林根人手上有多少東西 那江湖安其實你 如果你在證據拿不出來的情況之下 你現在會面對一個問題 就是你從現在開始 一路挨打到11月25號為止 林根人不會放過你 因為林根人現在 如果依各項民調來看 他是第三名 第三名一定是要打民調的領先者 而且我提醒過大家 新竹是因為選民少 所以大概3萬票就是10% 所以你不要覺得落後10%很多 林根人目前看起來是落後10% 你不要以為10%真的很多 因為3萬票就10%了 那你高鴻安你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有幾個3萬票可以掉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對高鴻安來講 當然他可能也是第一次選舉 所以比較沒有經驗 不過今天柯文哲講了一句話 我覺得很耐人尋味 他說他有傳簡訊給郭台銘 請郭董去安慰高鴻安 然後呢 這句話什麼意思 我後面另外一個老闆要出來 這是一個原因 另外一個原因是什麼 那個高鴻安是你郭台銘 讓我柯文哲不管 他在切割了嘛 照理說你是黨主席 高鴻安是你的黨員 是你提名的新竹市長候選人 而且又不是留到郭董那邊去 那是民眾黨這邊民眾黨要負責 要安慰也是你黨主席要安慰高鴻安 你怎麼會叫一個前老闆來安慰高鴻安 郭台銘跟高鴻安的關係 就是前老闆跟前僱主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柯文哲講這個話 其實我覺得他有點在切割的意味 我覺得柯文哲你乾脆 反正蔡壁如現在也是閒著 你就叫蔡壁如去安慰高鴻安好了 可能比較有效一點 所以呢大家 黃哥這樣講說 是不是這柯文哲 現在有要切割的意思 不過我們來看一下 是不是真的有要切割呢 也是這個嘴巴 是不是有點得理不擾人 我們要請教瑞德哥 因為柯文哲今天 不只要這個 可能要切割一下高鴻安 還要放打民進黨 他說他非常清楚 高鴻安的所作所為 一定是合法的 但又提MG149的案子 就簽到那邊去了說 這個選風真的是很敗壞 但敗壞到底是誰呢 又說出了這一句 兩年60萬 就是跟要求的扣打一樣 所以柯文哲現在狐狸 到底是賣了什麼藥 剛剛年晃講到說 那麼柯文哲傳簡訊給郭董 我想是因為柯文哲如果打電話 直接打電話給高鴻安的話 他怕電話不是高鴻安接的 因為他要理性前助理 要接起電話 你是市長嗎 你等一下他現在沒空間你的電話 是這樣嗎 其實我倒覺得很好玩 為什麼 柯文哲一定常常打電話給高鴻安 所以他打電話給高鴻安的時候 請問電話都是理性前助理接的嗎 我相信他一定很清楚 那麼柯文哲顯然發現事情大條 所以今天又開始在鬼扯了 為什麼 今天在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 他說請聽清楚 選戰打到開始攻擊私領域 就太過分了 不是好的選風 且民進黨明目張膽的使用 直接使用公家機關來追打高鴻安 實在是選風敗壞 請問一下 難道林根人是民進黨 推出的新竹市長候選人嗎 難道林根人是民進黨人嗎 從頭到尾都是中國國民黨 那麼新竹市長的候選人 叫林根人開了記者會 那麼窮追猛打 連續幾天一直打 打到搞不好明天還有 為什麼你不去針對 中國國民黨的部分 跟林根人的部分去說 你反而鬼扯全部推向 他就是要推向什麼 政治追殺 國家機器 選風敗壞 都民進黨千錯萬錯 都是民進黨的錯 然後柯文哲講的話能信嗎 你忘了他說的 北台灣的這個議長 哪一個不是黑道 最後還說 我這是地圖炮 我是怎麼亂講話 你如果這件事情都可以亂講話 你什麼事情不可以亂講話 他已經說事情大條 所以他不是有講說什麼 人家不是今天去問他 有關於60萬的事情嗎 他說他有印象 是部分區立委要捐回這個黨的金額 也沒什麼奇怪 我跟各位講 李先生聽說他31歲的時候 就擁有三棟房子 他投資理財應該是蠻厲害的 他要捐給誰 他要捐多少 我們沒有意見 我想坦白 跟他的八卦 他的婚姻 我都沒有意見 你知道嗎 那是個人的私生活 當然問題來了 他捐這個錢 如果是他個人私有的錢 都不是問題 但是如果他牽扯到 這個立法院的公費助理 而這個錢 如果不是放在他自己口袋 然後你捐的錢 你現在最怕的是這樣 要不然我問你 法務部調查局的北部機動站 為什麼要大張旗鼓的做筆錄傳證人 就是要查清楚 你要知道 調查局的北部機動站 都要查大案子 查這些貪污的案子 調查局是民進黨御用的 你的意思是這樣的 為什麼有些民進黨的相關的議員 誰還是一樣 一樣被調查局移送法辦 一樣判刑等等 做監犯科的人 真金就不怕火煉 如果你犯法的話 誰都一樣 你就是 歡迎是民進黨開的 調查局是民進黨開的嗎 那麼除此之外 事實上柯文哲講完了以後 民眾黨有發布聲明 補充他的說法 民眾黨來怪大家 民眾黨意思就是說 你們弄錯了 社會各界你們都弄錯了 事實上 不分區立委的高宏安 他的60萬扣打 是他不分區立委的扣打 跟這個理性男子 他另外捐錢的不一樣 然後另外就是說 不分區立委 當然除了自己的扣打之外 他可以去募款 幫黨來募款 所以人家要捐這些黨 OK的 你們都弄錯了 那很簡單 非常簡單 就是剛剛連晃所講的 高宏安直接出示我 壞了60萬 你知道嗎 或是甚至於多過這個數字 給民眾黨 我的扣打 我不分區立委的負責的額度滿了 如此一來有什麼好處 理性男子 因為個人只能對政黨一個人 一年捐30萬 他要捐30萬 他爽了 我開心 不然你要怎麼樣對不對 我個人喜歡 我們就沒有話講 你們只要把它拿出來 但是記得 不要再拿Email 你知道嗎 不要再拿那些 所謂的那個 都是情況證據 直接拿匯款證明的證據 出來就好了 好 但要請教博文哥 你看喔 包括蔡壁如 包括他們的這個總召 邱承遠 現在都說 這個一切都是綠營抹黑的 但大家也想說奇怪 這從頭到尾好像也不是綠營爆料的 是你們民眾黨自己爆的 好 柯文哲今天幹嘛沒台沒錢 又提到MG149要幹嘛呢 轉風向嗎 這個當然 他這時候提MG149 其實我覺得第一個是轉風向 第二個 其實柯文哲當時處理MG149 大家如果印象深刻的話 他確實是把所有的帳目拿出來 所以那個時候MG149帳號 讓柯文哲是閃過去的 但是我問 如果這個事情真的如MG149 這樣的一個狀況的話 今天高鴻安應該是出來開記者會 然後把大家相關的質疑 包括大家都質疑說 那除了這個李中庭這筆捐款之外 你高鴻安自己有沒有捐款 你應該列得詳詳細細 所以我覺得今天柯文哲講這個MG149 其實又打了這個高鴻安一巴掌 因為高鴻安到現在說的所有的事情 完全不清不楚 另外第二點 他其實所有的事情 他把事情整個指向民進黨 坦白講一點意義都沒有 大家可以看到 今天所有暴露出來的事情 為什麼會引起大家高度關切 而且大家高度的關心 因為很簡單 這裡面所有東西據姓名坦白說 這個民進黨怎麼可能 會有這樣的一個資料 民進黨怎麼可能會知道說 你民眾黨團內部的一個捐款狀況 甚至你這個李中庭到底是哪一號人物 他跟高鴻安到底有什麼密切的關係 不會有人知道 會知道這些事情 都是民眾黨內部的人員 所以坦白說 最可怕的敵人是在自己身邊 不要去牽扯 牽托民進黨 所以我認為這個捷骨眼 高鴻安你也不要說 這個事情都是民進黨在弄的 或者把它牽托到政治事件 這個事情 如果你第一時間清清楚楚 真的就如同你的黨主席 柯文哲講 MG149當時記不記得 當時柯文哲確實 他第一時間是把這個 MG149的帳號先把它列出來 我都不要要求別的 你今天就把你這個相關去年的 這個相關的這些帳目 包括李中庭 包括你自己捐款給 這個民眾黨相關帳目 你把它列出來 我想如果都清清楚楚 大家也沒話講 好 所以大家也說你看 包括高鴻安這件事情 柯文哲說這個理工女 一定不是一定是合法的 就這句話帶過了嗎 好 不過重點來了 大家也會覺得說 柯文哲怎麼會提MG149 來救高鴻安 好 我們要請教靜平哥 因為現在大家說 林更人這回為什麼要那麼生氣 因為他生氣了 為什麼呢 一句選不上 激怒藍營的怒火 所以綠營立委就酸高鴻安說 哇 怎麼會什麼事 你都要勘托 民進黨呢 好 是不是真的下猛藥呢 要藍軍來劃分敵我的界線嗎 因為現在有黨內人士坦言了 藍營基層快要一半 都要倒戈到高鴻安這邊 林更人趕快展開絕地大反攻 希望重新掌握議題的主導權 也向藍營這個選民劃分清楚 敵我界線 但我覺得是不是 朱立倫還沒有劃分出來 敵我界線 你看他昨天啊 臨時去跟這個 林更人這邊來站台嗎 那大家問到說 對高鴻安這件事 助理的情況怎麼樣 他就說 欸 我不是都已經講過了嗎 這感覺起來好像是 敵我界線是不是還沒有劃分清楚呢 他說我不是都已經講過了嗎 其實是對新竹市說重話 對新竹市的藍營的基層 藍營的這個檯面上的人物 包括從這個主委 從議長到黨籍的市議員 還有立法委員說重話 聽到這些 不管是許秀瑞議長 還是鄭政前立委 還有這些新竹市的國民黨議員 包括裴澤林更人一起出來 開記者會的九名國民黨新竹市議員 應該聽在耳裡會有一番 心裡面會繞繞著這句話的含義 就是要他們認真的幫林更人輔選 認真的跟林更人站在一起 認真的不要忘記 當初國民黨中央黨部 中央委員會 為什麼會最後從善如流 如新竹市所願 提名林更人參選新竹市市長 代表中國國民黨 所以其實朱立倫是最不可能 跟林更人切割的 因為最後是他拍板同意 決定提名林更人 而也不得不這麼做 因為當時新竹市的整個地方 和這個風氣和聲音 都是希望林更人能夠代表 國民黨去選新竹市長 然後也希望黨中央 能夠聽見地方的聲音 所以地方也不可能 跟林更人切割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時候 或許朱立倫的說法 是會有一點點透露出 話中的那種涵意 會有一點那種 不是很耐反那種感覺 但是他其實這句話 是說給新竹市的基層藍營 尤其是藍營台面上的政治人物聽的 所以我覺得新竹市 真的還是要認真一點 努力一點 好好幫林更人一下 林更人他是有機會 不會只是看著高鴻安跟沈慧紅的車尾燈 他有機會讓這三個人 包括他自己在內三角形 重新變為等距三角形 而不是在看著高鴻安跟沈慧紅 兩個女生是等邊三角形 他被這個稱呼其後 被拋在遙遙遠遠的後面 是不會 所以我覺得這時候黨中央是希望說 林更人從空戰到陸地戰 能夠把他這個過去 他所落後的距離補回來 我曾經就講過 十月份過了之後 你如果一直被拋到 這個拋出人家的腦後 越拋越遠的話 距離越來越遠 你到了十一月 十月民調盤整完 你到十一月就很難很難追了 所以當林更人這幾天 丟出了這些震撼彈 我覺得真的是 的確有高人指點 然後要嘛 不見得說 因為很多人會講說 丟這個東西就要一命 一招斃命嘛 讓這個高鴻安斃命嘛 但你光是從高鴻安的反應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他也不敢完全 只有第一天 他酸林更人而已啊 可是這兩天 從結果論來看 你匪陶匪的高鴻安 被林更人電報耶 林更人就是你瞧不起的 那個中華大學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夜間部 但是起碼 被你瞧不起的中華大學 電報你匪陶匪的高鴻安 夠兇悍吧 這不是很諷刺嗎 高鴻安你的匪陶匪 再拿出來一下啊 你匪陶匪說 我的助理也是匪陶匪啊 你匪陶匪說你的公費助理 用到匪陶匪啊 用到極致啊 都是匪陶匪啊 你就這麼拽嘛 選前這種態度 完全那個嘴臉 對選民 對你候選人 對另外一組候選人 完全不尊重 他真的是踩到了 他自己的底線 也踩到了選民 容忍他的底線 所以你等著看 這兩天 我相信各方的人嘛 都會做民調 私下也會做民調 我相信高鴻安的民調 從禮拜天 禮拜天這個事情 傳出來開始啊 應該到現在 今天禮拜四了 已經三四天 一定差不多 沒有到崩盤 也至少滑了五六趴 到十趴了 溜滑梯一樣 再等著看嘛 囂張 囂張 囂張沒陪的故 我覺得囂張的候選人 選民睜大眼睛 新竹是很聰明 新竹人也很聰明啊 他想要再拿藍營的票 不容易啦 因為他把藍營的支持群眾的情緒 和藍營的民眾 還有藍營支持林根人 以及林根人本人 另外一組候選人 他除了沒有尊重 充滿著不屑子 還踩在腳底下 拚命的踩 而且是用力踩 你覺得高鴻安這樣的方式 藍營會支持他 那我們就是豬頭啦 所以拜託 投員投方 就是不投高鴻安 所以你看看 我不曉得是不是豬頭 但是國民黨的 現在裡面很多高層人士 的確對整件事情 可能還在觀望當中 很多人說 現在林根人就呼喊說 哎呀 在新竹的鄭蘭軍 應該要趕快歸隊 但真的有人還在觀察局勢嗎 我們帶你快來看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跨去新竹 合體林根人掃街 拉抬選情 畢竟逐是撒咖都局面 就連趙少康還建議 棄竹保北 面臨可能遭棄保的林根人 再也不認 講萬安不會允許 林根人不會允許 新竹人更不會允許 所謂的交換 完全是無稽之談 態度轉為強硬 林根人近日攻防 更是轉手為攻 有沒有讓你的男朋友 在立法院掛公會助理 有沒有用納稅人的錢 支付 高獲選人 高獲選人 只會避重就請 詐領立法院助理會 有爆料者向檢調單位 提供證據檢舉 踢爆對手高鴻安 聘用男友 掛名立院助理名額 寄身國會 林根人炮火越來越旺 而過去高鴻安 陷入論文爭議時 朱立倫還曾經聲援高鴻安 這會換自家人打高鴻安 朱立倫還挺嗎 敏感話題就是不願正面回應 而中常會跨區道逐市舉辦 朱主席口中大喊團結 即便和朱主席做一塊 互動卻少之又少 朱主席韓團結一旁的林根人 看起來卻有點異性男生 畢竟逐市選情詭異 即便高鴻安爭議硬挪空 藍營還是有人力挺 也搞得明明是正藍軍的林根人 倒數關頭只能孤軍奮戰 三立雄網站好 馬雀文台北報導 好 這個是不是代表說 在新俗市這一局呢 藍白河現在看起來 應該是魚死亡破 那如果高鴻安呢 現在失去了藍營這邊的在地支持 只剩下空戰的話 那還能打嗎 我們要請教瑞德哥 因為這個是自由的這篇特稿 裡面就寫說 林根人出招的背後代表什麼呢 好 他說林根人演出之後 果然有一改相當一段時間 被放生的記憶 曾經聲援高鴻安的朱一輪 臨時通知 很快就會去幫林根人助選了 趙少康提出 拿新竹換台北的藍白河提議 已經炸鍋好幾天了 好 這個公開 要國民黨放棄林根人的呼籲 國民黨中央始終看起來悶不吭聲 直到林根人到現在 打折打到七吋之後 朱中央昨天才三三來此 首度表態 所以現在國民黨的算計 是不是早就已經盪然無存 我覺得後天 也就是禮拜六 林根人在新竹市要辦造勢大會 聽說韓國瑜 朱立倫這些全部都會去 韓國瑜會去 請一個人 有一個人請千萬不要去 叫做趙少康 你沒有資格去幫他站台 你怎麼可以這樣對他呢 你知道為什麼朱立倫 悶不吭聲中央黨中央都沒有動作嗎 他一吭聲贊成的話 他要移送法辦 你開什麼玩笑 朱立倫馬上違反選辦法 你收贏的湯 你怎麼連一點法律的嘗試都沒有 如果你今天都沒有任何的 這個等於說提名 什麼東西都沒有做 你們大家自己黨裡面在討論 那就沒有什麼法律的問題 但你今天都已經提名了 任何人如果用交換政治利益的方式 他就是收贏的湯條款 那要判刑的 開什麼玩笑 而且是相當大的一個醜聞 那麼趙少康 他在中廣做出那個民調 也就是25.96 沈惠鴻跟高鴻安平手 然後林個人14還是15%的那個民調以後 趙少康馬上提出相關的理論 說要講白了 就是棄保效應 可是問題是 當網路跟全部炸鍋了以後 人家全部炸 兩邊不討好 大家都不要 你知道嗎 國民黨的生氣 然後民眾黨的也不領情 最後趙少康發現自己成了豬八戒照鏡子 你知道嗎 李偉不是人 所以他後來又想要冰口徑 又要講東講西的 趙少康他是戰鬥男的領袖 又有中廣 然後又有這個 等於說電視台的政論節目 所以你看這些戰鬥男 不得不跟他站在一起 開什麼玩笑 至少有一個領導者 有一個母親 避免買個保險也好 我講坦白的 現在你這件事情踢到鐵板了 所以你看朱立倫發現 現在突然間 朱立倫在那個 林根人進行總部成立的時候 還在聲援高鴻安 對 還在罵民進黨 你知道嗎 所以你看 現在發現說 事不一樣 你知道嗎 沉下起風 沉下起風了 雖然東風還沒來 但東北風先來了 你知道嗎 東北風來了好像還不錯 大家趕快起意了 我剛剛看這個 敬平這樣講對不對 選方選員都是 就是不選高鴻安 對不對 很簡單 藍營國民黨的支持者 有一點骨氣的話 你怎麼可以選這樣的候選人 你要把你們國民黨提名的人 踩在腳底 看你沒有 我說我是不興奮 NCC要不然我做什麼狡猾出來 先吃 你怎麼可以這樣子 對不對 你不可以這樣 我們所有全國所有的候選人 沒有人這樣子 為什麼 誰有人笑白沒六平的苦 意思是說我忍贏 就對了 那對不對 就賣掉 沒有人這樣子的 棒球打到九局 下半兩人出擊滿壘 都有可能逆轉 你知道嗎 所以你怎麼可以這樣看 國民黨的候選人 國民黨的政治勞 我說除了照片之外 每個人都應該去新竹 去新竹的個人 抽個空檔苗栗去 謝福宏是不是 順便幫人家站著台 因為那天國民黨 有一位來看上節目的 不小心說是中東景 講錯了 中東景不是國民黨的 所以現實上你要知道一件事 這個就是 雙記就是這樣 其實高鴻安所有的一切 都從自己的相關的師言開始 為什麼 剛剛慧珍講的那句名言 真的太好了 為什麼 中華大學的林根人 電報了這個 等於說匪陶匪 對不對 這個跟學歷沒有關係 這是一個做人的道理 基本做人的道理 我就覺得很罵悶 你們高鴻安也好 誰說要告一大堆 就偏偏不敢去告林根人 跟中國國民黨 始作勇者 然後每天開記者會 對不對 你不怕 你害怕 對不對 所以這一切其實很簡單 這真金就不怕火煉 我們今天我再強調 你的私生活那個是小case 大家笑一下就算 那是小case 可是問題是 現在談的不是私生活 你如果做一個新的市場 如果萬一真的 我們現在不知道到底是怎麼樣 請民眾黨應該也把高鴻安 高鴻安自己也把他匯款 每年匯款60萬的 扣打的匯款紀錄拿出來 那我們就會知道說 原來高鴻安那麼偉大 你看他自己捐了60萬 他旁邊的人還可以發動 一年的立法院的助理的薪水 全部都捐出來 這多偉大的情操 拿出來就好 拿出主要的證據來就好 還有這件事情已經牽動了 新竹市的最新民調 我所知道的是高鴻安暴跌 然後林根人上來至少3%了 所以事實上是誰當選 不是我們最主要的 最主要要知道的 我們要知道的是真相跟正義 也就是我們希望所有參選的人 清清白白 然後完全敬得起考驗 好 但是要棄林根人這一題 是不是還是一樣 在趙少剛的心目中盤算 你看兩天三度改口 但是趙少剛說我沒有改口 好 我們要請教晃哥 這沒有改口嗎 好 到底要不要棄掉林根人呢 一下子要棄 一下子不棄 今天又改口說 在暗示說棄林根人還是保高鴻安好了 他又說這個是新竹市內部自發 都意思是人在說的 不是我在在說的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朱立倫也蠻奇怪的 前幾天趙少剛講出了棄保 新竹換台北他也沒吭聲 好 之前這個林根人的競選辦公室 來唱趙少剛的時候 他也沒吭聲 現在林根人看起來 開了幾場記者會之後 他就現聲了 好 趙少剛說什麼呢 說台北市的民眾黨 沒有什麼可以給國民黨的 沒有新竹換台北 結果現在又改口了 我說 我說的是最早 不是現在或選前 最早就要早點講 還有這個禮拜六 韓國瑜要來了 這一局在新竹 這個藍軍藍白河破裂 但是情況好像蠻複雜的 對 新竹是很意外的 變成今年台灣縣市場選舉的焦點 過去我們在討論縣市場選舉的時候 幾乎新竹都會被忽略 那今年可能是因為林之間的關係 所以他一開始就變成一個焦點 現在很有趣 就是說這個棄保這個議題 從頭到尾我只聽到趙少康公開講過 我沒有聽過國民黨 或是民眾黨其他人 有公開講過 棄林根人保高鴻安 所以趙少康你不要把責任推給別人 你自己講自己負責嘛 這個男子和大丈夫說話要算話 第二件事情 在新竹地方的基層 有沒有國民黨的人 跑到高鴻安那邊去幫忙 事實上是有的 包含前市長 前議長 但是他們那個並不是棄保 因為他們一開始就過去幫忙 那他們過去幫忙 是基於在地方上過去選舉 所造成的一些恩怨 這個跟棄保無關 所以操作棄保 我在節目中講過很多次 基本上我認為那是不可能成功的 沒有棄保的條件 更何況是台北跟新竹兩邊那種 幾乎是乾坤大弄一式的棄保 那是根本不可能成功 可是今天的問題就在於說 我再看幾個 因為棄保其實是違反政黨政治的原則 叫責任政治 你棄了誰 保了誰 那以後假設高鴻安當選新竹 他做得好算民眾黨還算國民黨的 做不好算國民黨還算民眾黨的 你沒有責任政治 這是政治的底線 可是今天很有趣的是 我沒有看到台北市的蔣萬安 說不可以 很奇怪 難道因為你是棄保最後的獲利者 可能的獲利者 我想要被保住 對 你怎麼那麼沒出息 你不是領先10% 不是領先兩位數嗎 你自己講的 都領先兩位數的 還需要靠棄保來保住你蔣萬安 所以蔣萬安就說蔣萬安 你應該出來譴責 對啊 你應該出來 大力反對說不必 我自己一個人 我夜問我一個可以打10個 放馬過來 而且你沒有同志愛 你應該 你除了出來反對 你要出來幫林根人講話 林根人是我們國民黨同志 我怎麼可以棄掉他 怎麼可以靠 只有自己跳船逃生 然後把同志踢到水裡面去淹死 但好像也沒有幫他講話 沒有講 講話 你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對你有好處的時候 你就點點 有人稍微批評到你的時候 你就出來撲不掉 你這個也未免天底下好處 都讓你信講的給撈光了 天底下沒有這麼好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正好看出來 你看以台北市來講 因為這本來就不關陳時中的事 所以他就在保持沉默 黃珊珊痛罵趙少康 他也痛罵蔣萬安 新竹市跟沈慧紅 可能也沒什麼太大關係 林根人痛罵趙少康 連高鴻安都說不可以這樣子搞 那請問那蔣萬安呢 你為什麼到目前為止 對棄保這件事情沒有表態 而朱立倫我覺得這黨主席 你當的也夠窩囊了 你的一個中央委員 趙少康是中央委員 你的一個中央委員公開講說 要把我們自己經過 國民黨的機制提名的同志要棄掉 你竟然不敢對趙少康怎麼樣 我不要求你開除黨籍 量你沒這個膽 但是你好歹譴責他一下 昨天講的不痛不癢 黃珊珊會同意嗎 他同意你再來說 意思是說黃珊珊同意的話 就可以說就對了 就是你去 就是他的意思是暗示趙少康說 你去喬一下黃珊珊 如果喬好的話 我們就來搞一下 是可以這樣子嗎 欸 司法單位不要再睡了 已經有人公開違反選罷法 搓原子湯條款 好歹去警告一下 趙少康任堂安內部 這樣是犯法的行為 而且他完全讓你這個政黨的格調 完全沒有底線 所以之前林個人一定會覺得 這個黨內同志怎麼這麼樣的無情 但是禮拜六可能可以接受到一些暖流 因為禮拜六終於 韓國瑜也要來幫忙拉抬選情了 但為什麼要打這個呢 因為高鴻灣之前黑寒黑的很兇啊 現在就可以爆尿西亞灣了嗎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好 我們要請教一下慧珍姐 大家說禮拜六林個人的場子很精采 史無前例的暖流都來了 喔 國民黨大集合了是不是 讓大家說怎麼會這樣子呢 好 大家要來幫助這個林根人棒打高鴻安 那棒打高鴻安要找誰呢 找韓國瑜出來嘛 為什麼呢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找出之前一個片段 喔 高鴻安之前呢 真的是罵韓國瑜罵的是蠻兇的喔 帶你快來看 高鴻安被國台民推薦 進民眾黨不分區 專長分析輿情 不過近來韓國瑜談及 民調唯一支持小鷹 荒腔走板行徑 讓專家也直呼又夠難動 當民調今天就是調到一個 就是無可挽回的時候 其實你就是全面否認他 那我覺得除非是他真的放棄了這一場 不然我不懂為什麼要做這樣的操作 就是能夠講出這種話的人 真的是政治的天才 語帶嘲諷不只批評藍營 分析部分全名單聲量解好感度 人見攝像身旁 柯文族心腹蔡壁如 民眾黨的部分就是第一名就蔡壁如 恭喜你 但好感度可能還要再加油 小心你今天就下飆就是 剛好滿嗆蔡壁如 對不起對不起 根據資料 三黨不分區名單 蔡壁如討論度是第六名 但好感度卻很低 想把責任推給鄉民太鄉院 但該如何挽救 恐怕是眼前受要課題 那我就要裝可愛一點嗎 沒有啦 因為基本上還是就是做自己 民眾黨立憑2020進軍國會 想突破藍綠袈衫 開啟酒會搏反面 但檯面下的不合傳言 暗潮汹涌 專業的講完了 那接下來 我看我們就不要再講下去了 不然等一下標題又下 我們兩個內鬥嗎 沒有沒有我們沒有內鬥 說美內鬥卻是尷尬笑笑 兩人共用麥克風默契卡卡 沒喬攏 想替民眾黨加分增添好感度 恐怕還得想像辦法 那我就要裝可愛一點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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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立選台北 這麼不懂 哈哈哈哈我們沒有內鬥啦 哈哈哈哈 我們要請教慧珍姐 有的時候政治人物講話 也真的是蠻好玩的 你知道這個韓國瑜一句話 莫忘事實上苦人多 現在誰比較苦呢 剛剛晚上比較苦 可他禮拜六要去幫林根人了 事實上我覺得其實 剛剛包括那個金平議員 都有提到 就是說這林根人 最近感覺上 有那種回魂的感覺 有人在說 後面是不是有高人指點 這高人是誰指點呢 現在有相關的媒體報導 其實很有可能 就是禮拜六 要幫他來站台的這個韓國瑜 那韓國瑜為什麼 過去這四年來 可以說是韓國瑜 第一次來到新竹 而且就是要幫林根人站台 那為什麼 有人就說事實上主要原因就是因為 在上一次總統大選的時候 高宏安為了要幫那個就是 郭董 所以屢次對於韓國瑜的一些說法 甚至創造了一個調和式民調的東西 搞得其實韓國瑜心裡真的很不舒服 這一點不是我們亂講 包括連挺韓國瑜的一些相關的政治評論員 也針對這個說法 甚至陳輝文直接就說挺誰投誰都沒關係 就是不能投高宏安 他針對他的藍營的相關的支持者 有這樣的話 所以其實我整個這樣看下來 我下一個結論 韓國瑜在禮拜六這個場子裡面 他就是要交高宏安一堂課 什麼一堂課 人情流一泄 日後好相見 你之前2019 2020年代陰疫 你怎麼對付我的 我點滴在清 所以現在 他的寒流變成暖流 讓林庚仁在戚風苦雨中 給他一些力量 果然林庚仁現在 民調止疊回聲 電報匪逃匪 這真的是太激勵人心了 你知道嗎 這個情況其實某一種程度 也是要禁告高宏安 你這個狗眼千萬 就不要再看人敵了 你在民進黨的部分 你說林志堅是喜學歷中華大學 在國民黨的部分 你又說這個林庚仁 連一點當選的機會都沒有 你這一張嘴一出一個中華大學 得罪了藍綠的 同時最主要的一個政治人物 這一口氣 你說來不管 就算自己政治人物本人 不跟你計較 他的支持者 也沒有辦法跟你計較 因為你看不起我們支持的政治人物 你其實就是在看不起我們 所以我相信這一場的一個選舉 到最後這二十幾天 選民跟所有的一些政治前衛的前輩 會用他們的經驗來告訴高宏安 人生最珍貴的一堂課 這一堂課就叫做千萬不要狗眼看人敵 所以大家也說 你看剛剛那個影片 這個高宏安罵國民黨罵成這樣子 那如果國民黨的支持者 還要去幫高宏安的話 我感覺也是你們怪怪 我們要請教博文哥 因為你看包括禮拜六 韓國瑜要來幫這個林庚仁站台了 那意思是號召韓家軍 那這一切布局 真的是有韓家軍在後面按住嗎 我認為韓國瑜不要小看他 因為韓國瑜雖然說 目前他的這個民調到底多少不曉得 可是韓國瑜他的這個政治語言 跟他那個戲劇效果 其實是張力很足的 就是說他到一個招勢場合 他確實能夠吸引很多人來 去傾聽他到底在講什麼話 而且大家看 從過去幾個這個國民黨政治人物裡面 像過去馬英九有所謂的馬咪 這個韓粉到現在都還存在 所以我認為他還是有一定的市場 只是我覺得林庚仁這幾天 一定覺得冷暖自知 其實過去有很長一段時間 幾乎是遇到所有的 不管任何的政治議題攻防 對這個高宏安不利的 其實你都可以看到很多國民黨的人 是不斷的在幫高宏安講話 包括知社會的事情大家看得很清楚 不過林庚仁這次 過去沒有劍寶刀出劍 結果這個一出劍翹之後 發現林庚仁確實有幾把刷子 這個時候你可以發現 在新竹的藍影慢慢的迅速回籠 包括連這個黨主席朱立倫 前兩天面對這個趙大康的這個挑釁 或者是趙大康故意這煽動的話 講的話稍微保留一點 立刻引起國民黨很多人的這個罵名 所以顯然林庚仁這一次主動的出擊 然後針對高宏安予以痛擊 我認為確實對藍影的部分起了凝聚效果 那這時候如果再加上韓粉 能夠在這個禮拜六禮拜天 為他駐上一臂之力 坦白講真的新竹這一局 真的是入死誰走很難預料 所以大家也說你看 韓國瑜現在這樣子 要來幫林庚仁 那大家就說了 就是因為高宏安之前得罪了 高宏安之前得罪韓國瑜 那我們要請教晃哥 因為你要怎麼看 現在新竹這一戰 好這個林庚仁硬了起來之後 高宏安現在被打下去了 那你看沈慧紅 他可以在旁邊嗎 因為他現在如果說他的民調 已經照中廣來講 已經跟高宏安做到病假請求 請求了對不對 那現在看起來 這個結局會是變怎麼樣 我覺得就如同我剛剛講 因為新竹市的選民數少 所以他有可能3萬票就是10% 所以我覺得沈慧紅 你也不能掉以輕心 只在旁邊看戲 你應該利用兩邊纏鬥的時候 繼續去照你的節奏 照你的步驟去走 如果可以借機領先的話 就要把領先的差距拉大 林庚仁這一次10月31號的出征 他的記者會 我真的是覺得滿意外 我記得那天應該是在舉進的節目 在廣告時間 我就在問當時同台的國民黨的人 我說林庚仁是不是競選團隊換人 怎麼感覺判若兩人 那好像是一個蘇醒的熊獅 就出來開始咬人了 而且一口就直接中要害 原來是這跟2019年國民黨的總統黨內出選有關 如果照今天自由時報總編 以及周錦雯的幕後分析是這樣講的 因為當時高宏還罵李嘉芬罵得太兇了 所以嘉芬姐姐不爽 不爽的結果就請了這個有立委經驗的 其實那個人叫孫大謙 所以這一波的操盤應該是孫大謙在幕後操盤的 那好 可是問題是沒有料怎麼操盤 沒有料怎麼操盤 對 我要有料我才能料理出一盤好菜 那這個料是誰給的呢 就很有趣 因為很多事情 感覺民眾黨裡面 他有一個人掌握得很精準 比如說這個檢舉者什麼時候被約談 然後發生了什麼事好像都很清楚 而且這個男的到底在幹嘛的 他做些什麼工作內容是什麼 他都知道 對 這我就覺得很奇怪 因為這個顯然是關心蠻久的 你才會 因為你不可能說 我今天突然要抱某一個人料 然後我過去這段時間都沒有詳細觀察 或收集他的資料 然後就突然可以講得具細迷移 我認為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顯然已經關心他很久了 好啦 其實這個人就是蔡壁如 因為這是叩解說的 叩解說的 就是蔡壁如 好 我們今天就在這樣子 不小心 寄由人家嘴巴把他講出來 但是蔡壁如現在說 我要提告喔 還喊了兩次喔 說不是我 但我們要請教晃哥 現在感覺起來 民眾黨裡面跟國民黨這邊 是不是都進入了茶壺內的風暴 好像裡面都是滿亂的 對 其實民眾黨這個政黨 從成立到現在 其實簡單來講 黨內就是大概兩股力量 一股就是跟柯文哲醉酒的 蔡壁如的力量 那另外一股就是 不喜歡蔡壁如的力量 大概就兩股力量 這麼壁壘分明 以蔡壁如為中心 基本上你在民眾黨 有可能基本上 你一定要選邊站 你很難保持中立 所以呢 這個大概基本上 就是這個態勢 那柯文哲其實很簡單 你從他管理台北市政府 其實他就是放任 他的手下去鬥 就是柯文哲最崇拜的 一個雍正的統律術 就是讓底下去鬥 那鬥完之後 贏的那個 再來跟我講話 這柯文哲向來 是崇尚這一套邏輯 所以民眾黨內鬥 我一點都不意外 那國民黨呢 目前看起來 2024的總統黨內競爭 大概提前開打 我認為是提前開打 也就是說很多人在 包含朱立倫 包含侯友宜 甚至可能韓國瑜 他們在看的 除了今年底的選舉這一局之外 他們還在看2024年 就2024年 誰能夠代表中國國民黨 來參選總統這一件事情 那當然你目前比 這個所謂的支持度 或民調 大概侯友宜是第一名 但是侯友宜有個先天上的缺點 除非他11月26號落選 他如果當選的話 你如何變成韓國瑜第二 這是侯友宜最大的問題 侯友宜另外還有一個 血顏上的缺點 因為他是台灣人 國民黨從1996年總統直選以來 除了李登輝以外 不會找台灣人 沒有提名過台灣人參選總統 至少要有一半的外省血統 所以這是侯友宜缺點 那朱立倫當然就要看戰功 那韓國瑜呢 進可攻退可守 所以韓國瑜這次為什麼 這麼積極的去幫縣市議員服選 當然他去幫林根人服選 我覺得對林根人來講 真的是雪中送炭 韓國瑜不是禮拜六才要去 他之前已經錄了一支影片 去幫林根人拉票 所以韓國瑜對林根人 真的是有情有義 所以朱立倫臨時去 不是雪中送炭 我覺得朱立倫有點 在井上添花吧 就是當林根人溺水 最需要一條管子 可以呼吸的時候 你不給 然後林根人已經浮上來 頭已經浮上來 可以自己呼吸 你在丟一根管子 去給人家幹什麼 這可有可無了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從這一局來看 如果假設2024年 韓國瑜要參加 國民黨的總統黨內初選 你覺得林根人會挺誰 我跟你講百分之百力挺 韓國瑜 不管林根人今年有沒有當選 他一定百分之百力挺韓國瑜 所以你看 韓國瑜已經找朱立倫跟侯友宜一步 他已經抓到一票最始終的 那個人叫做林根人 這一招 雖然有一點是報當年的尿車彎 跟高鴻安的尿車彎 但是呢 這沒人減四個一減二個 好所以大家說呢 這個趙少康拋出了氣寶說 最生氣的是誰嘛 一是林根人 二不就是黃珊珊了嗎 那我們要請教敬平哥 這幾天呢 柯文哲講的話 也挺有意思的喔 國民黨保北棄竹發酵 柯文哲笑額不達耶 哇黃珊珊臉都垮了 結果他居然說什麼呢 路終究是要自己走的 意思是什麼呢 黃珊珊難道是慢走不送嗎 好又說啊 因為預估台北市的投票率 也只有六成五 當選戰氛圍比較冷的時候 中間選民投票率就會降低 不利於黃珊珊的選情 不是啊 他是哪一黨的啊 還是說我們不同黨的也就算了嗎 那個黃珊珊對柯文哲來說 只不過是幫他把柯P的民眾黨小雞帶好啊 可歌可泣 因為他又不是民眾黨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加入民眾黨啊 沒有 那沒有他也不是用民眾黨黨籍參選台北市長 他有加入嗎 沒有啊 他是用五黨籍參選 他是用五黨籍參選我知道啊 可是之前白條條啊 因為他是他的副市長啊 他必須挖過去靠柯P的行政資源啊 柯P需要他帶著他旁邊的幾支民眾黨的 這個參選議員的小雞啊 包括陳思宇啊 什麼黃靖穎學姐這些啊 你沒看他昨天氣不不的時候 接受媒體在賭麥 旁邊的那個民眾黨的小雞其實 感覺我看那個面部表情都沒有說很 很有危機感 說我憂心忡忡 反而是那個 我第一次看到黃珊珊的臉那麼臭 就是很不爽 然後覺得是藍綠兩大黨 在操作啊可惡又可恥啊 怎樣怎樣 就是開始罵的就很兇 黃珊珊的火力是很猛 對照柯P感覺好像在談笑用兵很輕鬆的 你會覺得怎麼奇怪 兩個人的反應態度截然不同 倒不是說柯P認為黃珊珊可惡可氣啦 而是他可能也早就預料到會有這一幕 那既然如此 那乾脆不要跟未來 因為他已經這兩天都已經釋出選總統大選的訊號 跟選總統大選的政見 然後高擴上網路節目等等 所以他當然要把這個台北市這一盤集啊 不要玩慘 也不要玩爛 就算黃珊珊可能在台北市的這一場 他不是說六成五 他憂心選情很冷 然後選這個投票率很低 如果說不管最後這個台北市的投票率 在藍綠之間的這個決定勝負之間游走的話 起碼黃珊珊不要被遠遠的就是到第三名 然後而且距離很誇張 然後他的票太低 那當務之急他要讓民眾黨的小集都上去 因為不是沒有可能那個民眾黨參選市議員的 不管是台北市哪一區 有一些可能他至少可以力保一席兩席 以留住台北市的這樣一個狀況 因為畢竟他發現他能量轉不到這個黃珊珊身上 那再來新竹市他一直認為說有機會有機會 起碼如果高宏安上的話 在這個高宏安今天我們討論這個相關的 最近他一連串的風波和他這可能涉及 這個問有問題法律爭議之前 他可能認為高宏安OK 然後新竹市就有一個基地有一個基本盤 再加上高宏安後面的老闆是他跟郭董的話 那這樣子新竹市他有一個攤頭寶可以建立起來 所以當趙趙康喊出來那個氣北保新的時候 其實是說中柯P的這個想法 那台北市我不再跟你纏鬥 我全力猛攻新竹市 這也是可能民眾黨這樣的一個盤算 否則當時蔡壁爐不用做這個快刀斬亂 趕快把立委位置清空出來 然後讓給這個吳錫穎去接地 然後全力的把這個高宏安拱住新竹市這一盤 這個就其實民眾黨他自己的一個盤算 你再怎麼樣不管台北市拿不下來 你要有一個像新竹市這樣一個過去是一個 算是跟基隆還有包括嘉義平起平坐的 以前的早期的省霞市 他的地位在一般縣跟一般縣的大縣差不多 又還沒有到直轄市的這個規模的時候 他其實要保住新竹市這個基地位置 那所以柯P的盤算會跟這個黃珊珊的 他的整個利益產生這樣一個矛盾跟衝突 當柯P這樣講的時候 當然黃珊珊心裡面一定會有圈圈叉叉 你現在是怎樣 那你柯P現在是要跳船了嗎 還沒過河就給我拆橋了 而且那個船還沒有到那個一半 你就已經先跳下去 自己帶著兩器裝備先游走了 只要黃珊珊在那邊游 在那邊滑滑滑滑的那麼辛苦 你不幫他裝一個馬達就算了 你還這個讓他自己在那邊 兩個獎都丟給他自己滑 而且船底還有一個洞 所以這就是說明他們的這個窘境 民眾黨如何擺脫柯P的一人式的政黨 然後以柯P的意志來決定決勝負 然後當柯P的意志不再貫穿的時候 各個候選人就要 這就是發生在民眾黨 各個候選人 或是倚靠民眾黨的這樣的一個勢力 去參選了各方參選人的這個尷尬的窘性 反映在這上面 所以這很明顯 柯P如果想要避免這種情況一再的發生 你就不要說話說那麼早說那麼滿 或者是讓人家覺得你對你的同志 或你對你這個拉起來的人 反而到後面 你反而就是好像感覺 立刻的就保持距離 這對你自己開始這兩天四出2024年 你就是要見紙大位的這個狀況 到時候誰會幫你 好所以黃珊珊呢 現在要拉一個救生圈 這個救生圈是誰呢 欸是蔣萬安欸 好我們來請教瑞德哥 黃珊珊說 哎呀之前氣飽說 你蔣萬安應該出來說話啊 怎麼不譴責趙少康呢 等同於墨許啊 結果蔣萬安現在說什麼呢 最早提氣寶的是柯文哲欸 哇這個到底是什麼樣的三角關係啊 對沒錯為什麼 因為蔣萬安也不想得罪趙少康啊 我剛剛已經講過了 趙少康首晚這個 電視的政論節目主持人 還有中廣 他怎麼會去得罪他嘛 所以不得罪他那怎麼辦呢 但是也不能說起來 已經躲了好幾天了不能躲了嘛 所以今天直接講說 是你們柯文哲啊 先去談氣寶嘛 那柯文哲有沒有談氣寶 當然有啊 第一個提人不就是他嗎 不過 現在的中共這一次的選舉 很多人一開始都說很冷啊 結果沒想到這幾天 那個熱到我們冷氣都要加開了 你知道嗎 為什麼 因為突然間 選情一氣數變嘛 那麼本來民眾黨 柯文哲本來打算在台北市12區對不對 本來都希望一區有一個議員 本來一開始那種聲勢 民眾黨的聲勢好的時候 目前看起來我想連一半都不到 現在的這個聲勢對不對 可能連一半都不到 然後呢 現在呢 那麼黃珊珊昨天不是講說 她坐二望一嘛 說她看過這個民調 民調要每天看 民調看的不是數字 要看的趨勢 現在的趨勢就是黃珊珊 幾乎都穩定在第三名嘛 有時候還被做到很低 只剩下這個十幾%等等嘛 那麼再看看這個有關於高鴻安 我相信這幾天在做民調對不對 高鴻安的民調已經崩跌 一定大量的崩跌 因為在處理危機意識的 危機事情的時候 第一時間立刻跳出來 馬上處理 我覺得是最棒的 你看她面對這個支持會的提議 支持會的疑議的時候 還有面對論文的時候幹嘛 她趕快就火速去處理 結果沒想到在林根人 那麼第一時間這個質疑的時候 那天我們等到12點 都沒有 你知道嗎 大家覺得怪 為什麼會沒有呢 然後隔天才去用記者會 那又不講 記者會那部分那是私領域 然後又不講 然後後來林根人 窮追猛打等等 林根人這次是打對了 那至於幕後的檢舉人是誰 因為崔少哲這個調局 絕不會讓你知道 不過我個人是比較 這個等於說好奇 因為我不知道崔少哲是誰 我也不知道檢舉人是誰 那至於你說 蔡壁如跟他的關係 這個我不曉得 不過我剛剛看那個2011 2019年的那個影帶 兩個人好像沒那麼多 要不然的話 高宏安不會再講說 那個怎麼樣 但是這個等於說 等於說好感度 好像要加強這樣子 蔡壁如馬上就一槍就打回去 你知道嗎 所以兩個人 你看高宏安臉上很尷尬 2019年 現在都已經是幾年前的事情了 所以到底他們之間 感情好到什麼程度 你從剛剛那一段 就可以看得出來 那種動作看得出來 真的有那麼好嗎 蔡壁如 那麼剛剛說 絕對不是他爆料 為什麼呢 他說今天早上的時候 調查局有傳 這個所謂的爆料的檢舉者 各位 我們在場的每一位 沒有人知道 為什麼你知道 高宏安你要問說 為什麼調查局 會把相關的透露給自由時報 你先打個電話問一下 問一下 你跟你的助理 你跟你的前助理 拿回電話 打個電話 打個電話問一下蔡壁如 你怎麼會知道 連他都知道 自由時報知道不稀奇 自由時報的記者 我以前是那邊的主管 記者本來就是會佈現 本來就是跑幕後獨家新聞 但問題是蔡壁如怎麼會知道 蔡壁如的意思就是說 我能在立法院開記者會 讓人家再好去傳訊 所以絕對不是我 可是那你怎麼會知道 重點再來這個地方 所以事實上 告訴各位 這個爆料者非同小可 我不管他是不是原始爆料者 他也可能是淫武者 你知道嗎 就在背後有一個人 拿東西給他 叫他出來 也有可能 不是不可能 但問題是 他知道的東西 超過媒體掌握的 跟我們所知曉的東西 他知道的內幕 甚至於包括李先生 他在當他的助理的時候 裡面相關的金流 包括是不是所在民間的基金會 那麼他好像都知道 我跟各位解釋一下 如果不是成案的話 調局北部機動站 絕對不會煞油介事 把他當作很重要的事情 傳了那一天 前幾天不是傳了民眾黨的 相關政治人物嗎 當政人嗎 所以這件事情 非同小可 絕對不是什麼民間的八卦這樣而已 也不是出來開開記者會說 我要告人 沒有 這回事 不是的 這件事情 那麼政治後座力 尤其是禮拜六 國民黨終於蘇醒了 發現你原來是戰車你知道嗎 原來是戰車的話 他們就會站在戰車的後面 那這件事情會越燒越嚴重 好 但我們說接下來 講彎的壓力會有多大呢 怎麼連高端影片有過敏的民眾 感謝陳時中 這個也要酸呢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好 最近消息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份是民進黨內部的最新民調 現在說這個講彎來到30.7% 那麼陳時中來到29.1% 真的是咬得非常緊 所以請教博色 最近講彎很緊張 連高端疫苗講到過敏的民眾 感謝陳時中 這個也要酸嗎 我想疫苗議題講久了 只是凸顯藍白的雙標而已 藍白先前一直持續在操作 疫苗選擇權 我要BNT 結果呢 除了自己心愛的疫苗之外 那藍白不只是不考慮 台灣整體的防疫政策之外 那麼更忽視這些藥物過敏者 那麼對於疫苗的需求 那奇怪 那是誰在對外強調疫苗選擇權 那結果這些藥物過敏者 沒有辦法選擇 對自己身體比較適合的高端疫苗 那我要請問 這不是雙標 什麼才是雙標 那麼蔣萬恩跟黃珊珊 要黑高端要救選情可以 但是請蔣萬恩公開透明 先去對著有高端股票 國民黨立委 當面說你炒股 那麼也請黃珊珊公開透明 對著自己的後援會總會長 郭敘松說 你護航高端疫苗 你是高端的業務員 請你們兩位 先以你們要求他人的標準 公開透明 質疑一下 然後再來繼續黑高端救選情吧 那麼至於看到陳時中部長說的 台北市政府 目前最大的問題就是 SOP不是每次都適合 出問題的時候就被罵 說真的這一點也不意外 畢竟柯文哲只有一條SOP 就是我好棒棒 一切都是他人的錯 那柯文哲在政壇就是一位 需要被呵護 被稱呼好棒棒的巨嬰 所以在市政上遇到問題 就是罵人罵中央 那麼都是非常正常的 柯文哲的市政 成績長年都掉牆位 這個大家都知道 那既然黃珊珊稱柯文哲成績是 選北市長的底氣且不切割 那我只能在這邊呼籲 台灣政壇真的不需要再養出一位 柯文哲2.0 柯文哲接班人 或是小柯文哲 好我們要請教慧珍姐 這份怎麼看 因為跟之前說 蔣萬安10% 雙位數吧 10%差很多 是我覺得這一段時間裡面 其實有一些事情發生 那也可以歸納成是 有一些事情是民進黨做對了 有一些事情是柯文哲做錯了 還有一件事情是蔣萬安 從頭到尾都等著跑 所以都沒錯 哪一件事情 其實我覺得 之前日本學者 那個小立元星星 他的那一份民調出來 他的那一份 他自己的判讀結果出來 在這一次的九和一大選裡面 他認為民進黨可能只會拿4加1 我覺得這一個東西出來 其實是嚇壞很多的一個 民進黨原本的一些相關的支持者 他們會認為說他有這麼慘嗎 他們原本可能只是基於其他的一些想法 什麼什麼 然後沒有 我覺得他這個東西出來 會讓一些基本盤歸隊 民進黨的一些基本的支持者 始終派的會開始歸隊 第二件事情是民進黨做對了什麼 我覺得以台北市來講 其實我們都知道 蔡總統個人的一個支持度 是遠大於民進黨在台北市的支持度 所以廟口開講是有用的 廟口開講12區每一區 蔡總統跟陳時中 不斷的跟選民面對面溝通 他會把他自己原本屬於蔡總統的支持者 但不一定是屬於民進黨支持者的人 又把他給摳回來 所以我認為 我相信在年輕族群 或者是在女性族群這個部分 我相信陳時中本來的弱勢 會慢慢再回升 第三件事情就是柯文哲做錯什麼 當然就是台風那一次那個名 就是SR